新聞大百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持續鎖定新聞大百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李作恆 首先我們來邀請這一節要參與我們討論的來賓 國際政治專家賴月千 賴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空軍副司令張炎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大國關中心教授湯紹成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到其實這個總統蔡英文 當然現在拚命的來幫忙 支彈臺輔選 他又再度的喊出說 大家拜託來支持2022台灣對吧 還說給民進黨的候選人一個機會 當然他是黨主席 是幫民進黨這樣喊話是對的 但問題是他是總統 可是他喊出這個臺灣對 什麼叫做臺灣對 這個是要來搞分化嗎 所以很多的網友就大怒說 什麼叫臺灣對 是不論同中華民國嗎 但你不是中華民國總統嗎 為什麼不是中華民國對呢 那其實類似的狀況 在之前我們來看到總統 當時挺高端的時候 還說大家來打高端 還在這個開講的時候 就說你們畢竟是死中的 所以什麼意思 死中的人就是用 是不是打高端來驗證嗎 所以當然也被批 說這個不打高端 難道就是代表對國家不忠嗎 可是這個打了高端 你可能要變六計戰士了 因為現在就被說 這個蔡政府自詩超前部署 還說這個要符合科學 但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 高端接種的人 會進入信退失據的窘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包含出國也會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你可能要嘛就是做PCR 要嘛就是來補打了 就這樣打一打一打一打 就可能要來到六劑的疫苗 所以就說在臺灣一群 這個被政治魅惑的勇士 恐怕要寫下世界紀錄了 因為沒有人可以像這樣子 怎麼比得上臺灣呢 打了六劑 那是不是選戰將近 這個抗中保台牌又來了呢 因為我們來看到華油專訪 王美花他又在講什麼呢 他說破壞臺海的和平 對中國大陸是無助的 為什麼呢 因為臺灣有六成的晶片 出口中國大陸 那和北京是作為全球組裝生產線 這個地位緊密相連 所以他就喊說這個高端 另外還有說高還要制裁 但是你看到就被發現說 你講的這些都是是不是假的 因為你看像我們對於俄羅斯的天然氣 卻被發現這個越買越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段這個質詢的畫面 經濟部能源局你們公布的數據 三月份向俄羅斯採購了 十二萬五千七百九十六東噸的天然氣 然後四月到八月又繼續向俄羅斯買了 五十七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公噸 我還發現七月份買了破壞史的紀錄 二十萬公噸 我們跟俄羅斯買的是直接跟他 他的賣大公司跟他買 那至於這些大公司他的天然氣的來源 他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這個我們沒辦法掌控 政府在喊什麼口號的時候 不要大街上的喊口號 小巷裡面用力買 而且更不要因為美國在那邊放話 你們就擔心 我給你稱讚的是要有自己的格子好不好 數據之後我們很大的一個問號 你們不是要津津制裁俄羅斯嗎 要跟著美國起舞嗎 怎麼現在又買了那麼多 好這其實重點就是說 不要這樣子大街喊就要靜 但是小巷卻另一頭做別的事 所以現在這個是不是 你看劉英龍也分析說 選情看起來民進黨告急了 所以準備要來亮出抗中的最後一張王牌了 那尤其是北臺灣的部分 你看到像新竹桃園 都沒有一些絕對的優勢 政黨對決打不出來的情況 怎麼辦呢 所以只好就又再度使用 這個抗中寶臺牌要來召喚選民 你看連國安局 這個陳明通還說 二零二三中共恐以戰逼談 那當然很多人也分析說 這個講太多了 狼來了 已經被選民會看破手腳了 而且這個國安局是要變宣傳局嗎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農產品的部分 陳吉祥是說這個大陸暫停農產品進口 要撞告WTO 那美方也退啊 為什麼他就說加強自我管理 這難道又是雙標嗎 是不是只想要借抗中牌來掩飾自己呢 沒有把農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最後這個還是想的是為政治服務呢 好 那你要抗中寶臺牌 我們自己的軍紀卻出現了大問題 因為這個鬧笑話了 因為既然阿兵哥就在這個寢室裡 自己這個抽菸製就算了 但是還拍影片 把這個軍營裡頭的東西都拍上去 然後上傳到哪 上傳到抖音上面 那當然會引發說 這個是不是有一些資安的危機 像這樣的狀況 到底這個抗中寶臺牌這樣分化有效嗎 賴老師 國慶剛剛結束 國慶的時候 還表面上講一下中華民國 然後再更多的講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更更多的就講台灣 明明骨子裡面就是討厭中華民國 而且是討厭的要命 那既然如此討厭中華民國 更討厭中華民族 可是卻裝得好像不得不 去愛中華民國 愛我們中華民族 組成的中華民國 然後現在一旦到選舉了 中華民國又丟旁邊了 又變成台灣隊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本質 他們的真面貌 也就是說他們真正的面貌 就是討厭中華民族 討厭中華民國 熱愛這個所謂的台灣國 既然熱愛台灣國 你就大啦啦的講 你是愛台灣國 你要搞獨立 又不敢講要獨立 又不敢講要獨立 又不敢推要獨立 然後卻裝得又要獨立 坦白說這樣的一個兩面性 真的是讓我們看得真的是搖頭 而且國慶剛剛結束 對 這個更讓大家感覺到說 實在是太違和感了 不是沒有違和 是相當強烈違和 有關於這個經濟部的發言 我就不太理解了 美國跟北約跟歐盟 他們是禁止向俄羅斯買天然氣 俄羅斯要賣天然氣 當然透過公司賣 大公司 小公司 還是俄羅斯的天然氣 人家在問的是 你有沒有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他竟然可以狡辯說 我是買俄羅斯公司的 出口的俄羅斯的天然氣 可是後面那段話就不講了 我是跟俄羅斯的公司買 我是跟公司買 再簡化乾脆 你跟公司買就好了 你管哪一個國家 可是明明白白的 你當初不是強烈的 我要抗俄 我要反俄 我要禁止俄國 而且我要挺烏克蘭 不是一定要挺到底嗎 你挺烏克蘭 怎麼還把錢給俄羅斯賺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你有沒有違反禁令 有沒有違反美國人的禁令 有 你明明白白違反 美國為什麼沒有制裁你 這個我們又覺得很奇怪 美國怎麼 美國自己講說 不能買俄羅斯的石油跟天然氣 可是美國自己也偷偷買 俄羅斯的石油跟天然氣 這個導致讓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都裝得要反俄 結果還是向俄羅斯買天然氣 我們再問 你到底用什麼錢支付 到現在不講 你是用美元支付 還是用蘆布 因為俄羅斯說 列為不友善的國家或是地區 全部一利用蘆布來支付 台灣被列進去 問題就在於 你到底是支付的是蘆布 還是美元 還是什麼錢 可是俄羅斯說 我日人民幣收 會不會你經濟部支付的是人民幣 也跟大家交代一下 陳明通坦白說 我覺得最讓我匪夷所思了 前一段時間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說 大陸沒有 現階段大陸沒有要用武力 來統一台灣 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那個時候國安局 陳明通的評估 是沒有要打台灣 現在又改了 美國國務卿說 他們要打台灣 而且提上日程表 而且越來越緊迫 然後海軍作戰部部長說 不…不是2027年 再往前提 可能2022年 可能2023年 這個時候陳明通的又改了 我們的國安局的判斷 國安局局長的判斷 原來是跟著美國走 美國說不打 他就判斷說沒有要打 美國人說要打 他的判斷就是說要打 可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到目前為止沒有改口 國防部部長說不打 你國務院的國務卿 就是外交部部長說要打 我們台灣到底要聽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的判斷 對 還是聽 美國的國務卿的判斷隊 還是聽美國國防部部長的 底下的一個部署 叫做海軍作戰部部長的 作戰部很小 跟國務部部長 其實比較起來來講 很小的官 你要聽這個很小的官說 他說要打 可是他的長官說不打 你美國到底是要打 還是不打 我就覺得你美國自己 也搞清楚一下 但是問題是 當你美國搞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的國安局局長 竟然可以不打 打 不打 不打 反正兩邊都猜 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當 國安局局長的 因為你問說 中共什麼時候打台灣 我覺得一個小學生 也可以說不打 然後他說那為什麼不打 打 那為什麼要打 不打 他就可以這樣子回來回去 那為什麼 你到底是根據什麼判斷 因為每個人說不打的時候 我就說不打 每個人說要打的時候 我就說要打 我覺得我們的部長 我們的局長如果是這樣幹 真的是很容易 誰都可以幹 小學生也可以幹 把國家安全交給一個 小學生的程度了不起 他老師怎麼看說 這個王美花就被講說 這大街喊盡 但小巷卻是狂買 你怎麼看這樣子的做法 這個不是民進黨 一貫的做法嗎 這個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好大金小怪的 他一貫就是這樣 因為他剛剛講的那些話 我覺得都是拖詞 他說什麼跟人家買 跟這個什麼一個 可能就是大盤商 這個大盤商買 然後這個大盤商 哪邊來的東西 他就不知道了 那我覺得這個權 完全就是一個藉口 你現在就是因為 你事先講了 你說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態度 要支持美國的這個立場 要反對俄羅斯 那你現在不就吃到 吃到俄國了嗎 那你吃到俄國了 你還不承認 你還去偷偷摸摸的 說我去買了俄羅斯石油 可是我不是跟俄羅斯買的 那麼鬼相信 所以我覺得王美華講的這些東西 我實在是聽不下去了 他現在就是詭辯 狡辯 然後來呼嚨大眾 那看看這個大眾的反應是什麼 因為大眾 大家也搞不太 不是搞得很清楚 可是你真正 你像剛剛立委在質詢的時候 他就有資料出來了 他有資料出來說 你這個東西 你這個油是從哪裡來的 那不是很清楚嗎 那現在他就是打迷糊仗 來故意來糊弄老百姓 然後看看是不是這樣子就可以 讓他這個情況安穩過度 我是覺得像這種問題 這個民進黨這個老法系 已經耍了很久很久了 這個已經變不出什麼新的 發亮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做的這個做法 是自食惡果 而且讓台灣人民 這個跟著一起受罪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當然要負責任 他一定要負責任 萬一你到時候 有些什麼樣的狀況 萬一老美他來劈劈你 你怎麼可以這樣 好 那你這個馬上又縮回去了 又做縮頭烏龜了 那你是不是要把這個油 全部送回去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實在是 還有剛剛那個講到的說什麼 你到底你是用什麼錢付的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你現在你這個俄羅斯講 你只能用盧布 你不能用別的錢 不能用別的這個通貨 那你現在你看 你有哪來的盧布 如果說你有的話 那你用什麼 那你是不是真正用盧布來付 來支付這些石油 那這些東西 你當然要講清楚 那你講清楚的話 那當然我們這個一般的 包括這個立委 包括民眾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判斷了 就對你這個政策 對你這個政府的政策 到底你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在呼嚨老百姓 這個將軍怎麼看說 這現在陳明通 他說2023中共恐怕會以戰逼談 這是意思是要打芒果乾 還是說真的確實有這樣子的危機 這管理局長他曾經講過 就是說蔡政府這四年內 也不會打仗 現在又講說2023要打仗 那這個前面說不打仗 現在又說打仗 那到底依據是什麼 怎麼會這個藍原 差距這麼大 對 藍原北側天壤之差 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我想說要有 他這研判 他的各種的情資的來源 然後就會客觀的分析之後 做出的結論又是什麼樣 怎麼會變化那麼快 那當初的時候 又怎麼又下了那麼的武斷 那麼的這個 我們講到了就是那麼的篤定 然後現在的時候一下就翻盤 我認為這個 他這個研判的客觀性 還有他的科學性 還有他的可靠性 我認為這個有值得商洽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看就是我們台灣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今天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民粹意識 取代了憂患意識 我們看看 我到民間我們看看有沒有這個憂患意識 這個敵我怎麼樣 我們要好好要準備 沒有 看前應該是沒有 格武昇平 對 那你這樣子 政府是做什麼 你民粹主義取代了憂患意識 民粹意識取代了憂患意識 那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知道這個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你這樣子安樂 你會不會死於 對不對 你這樣子就出乎大獄了 沒有 一定要拘安思維 第二個我們是不是夜郎之大的心態 取代了投仇敵愣的心態 有沒有這樣 你是不是一樣 我們沒有問題都準備好了 其實這束乎大意 剛好把這種 我們講的我們的實力 還有我們印敵的這種能力拱手讓人 所以我認為這個我們 寧可叫超前部署 我們講話儘量保守 我們做事應該實實在在 而不是天馬行空 夜郎之大 好像至於了不起 其實這樣子就變成這個交兵必敗 所以我要認為在軍事上面 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而不是放大話結果毫無準備 我們的兵役制度 你看兵役制度要推出來了 一直延到選後 選後公告 公告之後 大家好像一副很冷漠的樣子 認為有很多年輕人 選後影響比較小 對 好像年輕人好像不與苟同 認為這個為什麼輪到他 為什麼是輪到這個連次 還有家長也非常擔心 他的孩子是不是又要送到 這個軍中去服 這個義務役 服兵役的 變成這種狀況 所以認為這個問題挺大的 我們一定要做客觀的分析 另外我們可以看有一個 非常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股市 你看股市從今年一月 一萬八千六百多點 現在只剩下一萬兩千八百多點 已經跌到五千八百點 你這樣一喊一喊 股市外資都跑掉了 是因為外資跑了 外資一直賣 超賣 一直賣 一直賣 你股票知道 這是供需的問題 你跌了五千八百多點 跌了三分之一 非常的嚴重 會造成整個經濟都會受影響 那有沒有天災人禍 有沒有大地震 大海嘯 台灣 沒有 台灣是不是失業了 整個工廠倒閉 也沒有 但是股市怎麼大跌 大跌五千八百點 就遲到外資跑了 國安基金 勞退金進去都虧了 因為你一直補補 勞退國安總是有限的 車價錢全部進去了 問題是外資跑得更多 這樣子量那就下跌了 這是供需的問題 換句話說他要打這個 我認為這個危機牌 我認為不要去隨便打危機牌 而是要武裝新防 做心理動員 思想動員 或者思想武裝 要這樣才對 我們少去講 然後多去做 你這樣子才會多做少說 我們剛好顛倒 多說 少做 然後講一套 做一套 剛才教授也有講 你講一個要用不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不買俄羅斯的這些人員 結果你買了 你變成講一套 做一套 你怎麼像呼嚨大眾 因為湯教授剛剛講 這呼嚨大眾 我們可不可以少這樣子 多做時事 少講虛話 我認為應該這樣 這個每一兩年 有選戰的時候 這個芒果乾 似乎就會再出現 成為討論的話題 不過這吃多了 就不知道選民是不是也有一些抗藥性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